台湾人一起为台湾打 蔡英文在当地时间18日过境休斯顿 她晚间出席桥宴 现场有上千名侨胞 美国联方众议员约翰逊 和林L Green等正要聚会 蔡英文图片来自台媒 蔡英文表示台媒共享自由与民主 在世界发生巨大变化之际 台媒关系比以往更为坚定 从特朗普政府批准任内首次对台军售 在美国国会有人支持下通过台湾旅行法 今年6月美国在台协会 台北新款落成 台美双方也在促进公共卫生 推动两性平等和打击宽国犯罪等方面进行合作 蔡英文对预会的美国国会议员表示 通过你们的努力 台美关系将保持强劲 即使台湾的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威胁日增 但台美关系是我们期待的亮点 谢谢你们让这盏灯亮着 也谢谢你们今天的出席 这是蔡英文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后第二次过境休斯多尔 蔡英文提到 去年过境休斯多尔时 就任不到一年 那时执照刚开始 改革天头万序 很多人担心改革是不是太慢 因为有人等了十几年 有人等了几十年 心里都很急 觉得当局做事们 不符合他们期待的改革速度 蔡英文趁 当时他告诉乔包 稳健往前走 一定会看到成果 现在两年都过去了 台当局所做的事情 开始让大家有感觉 当局权力 让台湾经济更好 各项经济指标呈现正面发展趋势 各种经济数据 无论是经济成长率 外销出口 还是股市指数 全部创下过去十年罕见的好成绩 而且与许多国家相比也不逊色 蔡英文指出 很多改革要一步一步 稳健它是前进 调整基本工资就是最好的例子 只要方向确定 账度的人够坚定 就一定能成功 现在的22k已经变成历史 这当中所做的努力都没有白费 蔡英文强调 台湾在改变当中 而且是往好的方向改变 我是国家的掌舵者 我很坚定 我也很有信心 我会带助我们的团队 让台湾脱胎换骨 请所有海外的台湾的人 相信我们 跟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为台湾打拼 另外 总统府秘书长陈军也提到 很高兴在今晚的桥野看到老乔与新桥 所有认同台湾的人 大家不分立场 在这里支持蔡英文 陈军希望乔包做蔡英文的后盾 成为改革背后最坚定的力量 CM的脸则证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 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